你几点的飞机啊 一点半的火车 你坐火车去韩国呀 坐动车 你打算从丹东出镜啊 哎呀你就别管我做啥交通工具了 就让我下海干扑的 也得把自己弄过去 你说你这孩子 我说你啥好呢 说好点你这是未来爱情 说不好听的你这是古代一种兵机 啥呀 贱 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 爱啥啥 小米粒成天说我长得可尘 那个甜笨的有啥好的呀 就是比我迈向好点呗 我这次去 就照他这 这就是未来的我 哎呦我的妈呀 吴亦凡哪 对 我跟你说你要想长成吴亦凡 无比难 你还是我大姑父不 不是 我是你大姑父才跟你说实话 你说你要长成这样 你就得千刀万刮推岛重建 大姑父 人在江湖飘 哪有不挨岛 要是不推岛 钱都不报销 左一岛 右一岛 要想完美 必须想 你说你到韩国挨销 你也能同意吗 还同意吗 每一个同意 那我也得整 我整回来 就是万人迷 我要让甜笨们看着我就躲着走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看着我都躲着走 哎呦我的妈呀 那得多个应人呢 我已经管不了许多了 我要让小米粒看着我就喊 爸 小蓝 哎呀 小蓝 你帮我拿点东西 小蓝回来了 我还怕 你怕啥 你都挨刀 你都不怕 你还怕小米粒 你 大姑父 我求你那事 我真害怕 那一会我躲起来 你把我上韩国挨刀那事 你跟他说说 我想看看他啥反应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这孩子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小米粒 有个事我得跟你说啊 家里面出事了 出啥事了 出大事了 王小倩要去韩国整容 啥 王小倩要去韩国整容 我可真想象不到 就他那个底板 能整这个啥 你这孩子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你还笑 你笑啥呀笑啊 人家王小倩去整容 还不是因为你 那怎么呢 那是因为我呢 又不是我让他去整容的 怎么不因为你啊 他稀罕你 你不稀罕他 你不稀罕就不稀罕嘛 你还老拿话刺激他 说他长得磕沉 你说你对这么一个 卡在青春期的少年 你老这么刺激他受得了吗 大姐夫 你要这么说 咱俩就得掰着掰着了 说 你是不是我亲姐夫 是啊 那找对象这件事 是不是牵扯到 我一辈子的幸福 那是 那现在我问你啊 以平心而论 王小倩 磕衬不磕衬 不是我跟你说 你这个问题吧 它还真是个问题 姐夫 你就说吧 王小倩磕不磕衬 他磕啊 可以接受还是 哪可以接受啊 哪可以接受 你看他那个 哎呀我的脑 你看他的脸型 哎呀我的苍脸 你看他的眼神 哎呀我的娘啊 不是大姐夫 你在我心里可是最诚实的人 哎今天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 嗯 王小倩 磕衬 对吧 当然是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第一次说实话这么尴尬 你得想一想啊 你看啊 这找对象 你不能光找外表 你心灵很重要 对不对 他要是心里磕着呢 心里磕着那就烂了 但是王小倩还没有烂透 姐夫 我跟你说 你们都误解我了 我其实还真就不是外貌协会的 我找对象啊 看中的是人的本质 我跟你说 就王小倩有些事做的 我都没法当他面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为啥不当面说呢 我怕刺激他呗 那行了 你今天先刺激一下你姐夫 他基本就知道了 你来吧 那天 就咱二楼那个张奶奶 七十多岁了啊 扛着一袋大米啊 回来 走得那个费劲啊 腰瘤都直不起来了 哎 你说这网友圈看见了 不但不帮人去拿 拿着个手机啊 就在这拍 你说你拍就拍呗 他还发了个朋友圈 说现在的儿孙都去哪儿了 你说最后还是人家甜笨笨 帮奶奶把大米扛上去的 哎 你说他掐着灯 他又挖了一条朋友圈 装什么孙子 那大姐哥 你说他这事办得可声不可声 不是 这事可声是可声 但是这有情可缘 他俩不是情敌吗 对不对 这有情可缘 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啊 那天我大姐下班回来 一进南小区门 就被一条狗给撵了 对 这事我知道 你大姐好家伙 担心说话好几天呢 那天王老师也在啊 哎他不帮忙不说 又拿着个手机 追着那狗 后面这拍视频 本来那狗啊 黏两下都累了 不黏了 这让他这么一次性 一下把那狗给整金了 这家伙 追着我大姐在小区里 这一通撩啊 我大姐跟狗啊 愣是加赛了三圈 你说他这人 办得可声不可声 发什么违信了吗 啊对了 他又发了一条违信 又说 奔跑吧 大姐 我跟你说 你大姐被狗演的事 是你闹的呀 我告诉你 这事我不能给你管了 什么玩意 你说你这事 我还玩过 干啥 你不能不管呢 我不给你管那事了 来 王小青 你咋在这呢 你偷听我说话 不是偷听 是聆听 大姐吗 他啥时候进来的 啥时候进来 他进来被你倒 小米粒 虽然我外表 咋的磕上 内心也不打好看 但是我不想 在外表和内心 都输给别人 我这次去韩国 就想从里到外 骑了咔嚓 斗整一遍 咋的 你还真想去韩国整容啊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去 你不同意我也去 哎 你你你 你信不信 你要敢去 我回来不认识你 要是被你认出来 那算整容失败 大姐 你干嘛呀 他啥呀 你让他去 他这么回来 整容失败了 就算整容了 大公子 你就帮帮我呗 我帮你啥要帮你啊 上回的事 我常说我不行吗 我错了 你错没错 你这玩意 你心灵得美 你明白吗 对 以后不能这样啊 那行 大公我帮你 这个你不能去 是吧 人家小米那都说不让你去 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啥意思啊 啥意思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说你在帅哥里面 你不算数 明白吗 你在客战那里面 还是有一号的 大姑父 你的这种鼓励 我真接受不了 没事 换一种鼓励方法 就说你呀 你长得有特点 明白吗 你辨识度高 那你不觉得我很孤独吗 你这孩子 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呢 你怎么那么自私呢 你说你到韩国 万一你给卡着坏了 你爷咋整 你爷靠谁 靠我爸呗 你爸也那么大岁数 你爸靠谁呀 靠爷呗 俩人干票是吧 就看不上你 是不是 看啥干透的来了 没有人 我们不算人哪 不算 怕不灾 谁呀 谁呀 老米太太 躲开 让我再露我这个架最后一眼 戏我给老米太太上句话 这也是我结账脸在这个诗上的最后一句话 啥话呀 我算了为什么要整容 不就是因为俺老王家丑吗 我说我分析来分析去 丑不赖孩子 个儿在我 我丑啊 要整就得从老王家 个儿上整 爷 你也去韩国呀 韩国 不彻底 要整就整得彻底 要整就整得 人家家都害怕 那去哪儿呀 台国 看看 这就是一年以后的我 爷爷 我不整了 我叫你这么一个爷爷呀 哎呀我的爷爷呀 何说 你可别冲动啊 哎呀 本来一个挺好的爷 这整成马了 嘿嘿嘿 台湾是个大地道 谁陪伤谁就海陪